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车辆 他感觉救护车在我后头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避让 因为我们现在的交通法规里边 规定的太模糊 只是说这个 后边要有这类特殊车辆 你要避让 只是说什么社会车辆应当避让 倒是反正你要不避让 罚款可定的挺息 几百块钱几分 至于具体怎么让 咱们交规里没有 事实上法律对于保证急救车的 优先路权早有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53条规定 警车 消防车 救护车 工程救险车 执行紧急任务时 可以使用警报器 标志灯锯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不受行驶路线 行驶方向 行驶速度 信号灯的限制 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 为按照规定让行的 要罚款二百元 对于这个已经实施 七年多的规定 市民了解多少 又有谁因此被罚过款 我还不太清楚 我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知道 不了解 这个真的你们媒体要宣传的 就是说这个国家 什么规定不清楚 但是我们从个人角度 只要看到救护车 都会往边上靠 一个宣传一个是执法 这两方面你都不够 这个视频是德国高速公路上 行驶车辆给消防车让到的场景 打双闪 靠路边 自觉让路 消防车可以一路高速冲到救援现场 高速公路如此 交通有毒的市区也一样 前方车辆一听到消防警笛 就会自觉向路两边停靠 为了给消防车让路 有的车甚至开到返向车道 有的为了避让 险些追尾 在拥堵的路上 消防车基本没有减速 照样能迅速通过 我们不妨看看 德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德国相关法律中 说任何车辆 听到救护车等等 鸣笛声必须让到 请注意用的是必须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三条 如果遇到消防车和救护车的 这种名敌 说是应当让行 用的是应当 应当就是可做 可以不做 而必须 就是你必须这样做 你这个如果在驾校拿那本的话 驾校老师教过你吗 就是后边有这种特殊车辆 你该怎么必让 用什么方法 你能说得出来吗 你肯定说不出来 驾校老师教也没这一条 也没告你用什么样方法 所以有很多人是想让 我不会让 这一点 西方国家管理率都非常好 你看德国的交通法里规定 如果后头有这种车辆 怎么办 左边车往左车倒闭 右边车往右车倒闭 实在不行就都给我停到边下 直到你确定 你这条街道上 没有这个救护车了 没有这种特殊车辆了 你才回来 即使对面车道 是救护车过来的 你也得往边上闭 你得给它把中间道闪出来 所以你看它有非常明确的方式 甚至规定系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这个救护车在中间跑 你这车也在中间 就左边确实没地方了 它告诉你 站多大车道左右 你要往右边闭 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 听到这事的时候 可能你第一反应是指责 司机素质太低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现象 跟现在的交通状况 交通法规 结合在一块 你就会发现 说把板子都打到司机身上 说司机素质低 这是不公平的 我们道路资源非常紧张 我们的交通法规 各方面不完善 我们在这个司机 接受教育的时候 也没有给他上这堂课 就这些地方都是空白 你指责说司机素质低 这不公平 因为你毕竟车道 它是有限的嘛 所以说呢 有时候不是不想让 确实是让不了 在红灯路口 问题是 问题是 对监控肯定就让不了吧 不可能 我闯红灯去让它吧 是不是 让到的车辆 不是一定要 大家要一起让才得行 一定要让 其他人不让 你还是活不了的 就是车 有相当多的人指责 现在这开车的司机 素质低下 那是不是这样呢 咱们不能否认这个现象 确实现在有很多司机 在路上啊 由于这倒堵嘛 每个人脾气都不太好 你看前面那车 稍微的就是 慢一慢 后面是喇叭 一个叫 有的人说 世界上最短的时间 是什么呢 就是前面那车 上停一下 后面就按喇叭 跟着就跟上来 这是最短的时间 就谁脾气都不好 所以很多人 在路上堵的难受 要有一点机会 往前挪 他都不会放过 甚至由此引发了 很多寡蹭的事故 再一点 说有的司机 素质低下 在什么上 有的救护车司机就讲 我们在道上最受欺骗 我们按底 啊 这个 请您避让一下 这类警底 很少有车理会 甚至有的连救火车 他都不理会 可是什么车 都怕呢 警车 警车一按底 前面车自觉都给让 你说你这么欺远怕硬呢 因为警车往往对于 交通线上 有强制管制的权利 而救护车跟消防车 没这个权利 他往往不是看你 事情紧不紧急 2012年12月10日 贵州市玉厂路 一户居民家里发生火灾 一名九个月大的男婴 因吸入过量浓烟 导致窒息 警车为120急救车开道 禁用了七分钟时间 便经婴儿从贵阳市 第四医院 送到贵阳市 妇幼保健医院 一路上 沿途车辆纷纷让行 在高峰期间 为婴儿打开了一条 生命通道 据报道 贵阳交警 曾多次为救护车开道 即使在交通高峰期 也能够畅通无阻 为病人争取了 大量的救助时间 在贵阳 之所以用警车 为救护车开道 是由于警察拥有执法权 社会车辆 遇到警车执行任务 一般都会主动让行 而救护车 在急救行驶中 即使社会车辆不让行 也无计可施 当然了 我们这司机有的时候 一见到这个特殊车辆 救护车 它反而不想让 说我说这什么意思 我说个事你就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 救护车 消防车 警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公务车辆 这些车辆的使用规范吗 不规范的公务用车 与无路可走的救护车之间 究竟有什么微妙的联系 老梁关事件 救护车 车在窘途 正在为您播出 今天10月18号 在兰州发生一个事 兰州有一辆120救护车 一路响着警点啊 就奔着个兰州的体育馆开去了 结果到体育馆的地方 到车的时候 把一个男的给撞倒来 赶紧在车上下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看样子是恋人 好像在车上 救护车上没病人 就把这撞倒的人给弄上车了 然后又开着警点 走了 大伙还以为 到这来救护谁了 到这撞倒一个再给救护 哪有这事啊 结果十分钟不到 可能送医院去了 这车又 想着警点又回来了 车上匆匆忙忙的跑下来 刚才呢 男女一对恋人 奔体育馆里跑去了 为啥 这时候体育馆正在举办 港台歌行演唱会 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 这救护车司机啊 当然不一定是 这救护车司机 借这车辆 拉着女朋友 看演唱会来了 看样子会怕耽误 开着救护车 开着警点 这不一路就不受 红灯什么限制就来了 我说到这儿您明白了吗 这不就是自己 用特殊车辆 为个人服务吗 根本不是为公益的事服务 不是为病人服务 所以咱有的时候 一听救护车 就想来 你是不是用这个 救护车拉病人呢 你比方像救护车这现象 这个现象在社会上 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问题是 你得这样想 这救护车 是每辆救护车 都被私用了吗 咱们可以掏心窝窝地说 绝大多数救护车 是拉病人 那么假如说 你因为对这个事 有意见 你不必让 你有这种逆反心理 万一要把正事耽误了 你怎么办 我觉得 这条生命通道 不是说是给敌人们 应该说是给我们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哪一个人 会在哪一个时段 我们来使用 这条生命通道 如果我们现在 不为这条生命通道的 抢通 做出我们最努力的话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因为 这条生命通道的不通常 而丧失了 我们最宝贵的 当然我说这个现象 最严重的 不是出现在救护车上 而是出现在警车上 我就碰到过这个事 我有一个 当警察的朋友就是 吃完了饭以后 我快点赶回去 当时我坐在那车 他说你等会 把那个警灯整成 往上一安 一路是绿灯过来 我当时我都心虚了 我说这行吗 这不违法吗 哎呀没事 我的感觉就是 他们已经干这事 司空见惯了 不管是 紧急公务 还是自己个人私事 只要为了追求 效率和速度 就可以这么看 这不是典型的 公车私用 公权私用吗 其实这个事 你放大了看 全国各地 可能都有这个现象 某个城市 办一个什么活动节 七七哈尔 过去办个什么活动节 请谢天风来 警车开道 范冰冰有次 出席一个什么 比赛之类的 也是商业活动 减费产品什么的 哎 警车开道 还有的地方 招商引资 开发商来了 这个投资商来了 也警车开道 我们可以想象 这种警车 救护车之类的资源 它是给紧急状况下 使用的 而且也是呢 为了老百姓的权益服务的 你怎么能图一时的方便 你包括警车开道 我们法律里有明确规定 只有国宾车队 才能用警车开道 就是接待国家宾客 比方说 西哈努克秦皇来了 比方说 奥巴马总统来了 这才可以警车开道 它标志着 一种警戒的级别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种特权车辆的 非正常使用 老百姓能没意见吗 肯定有意见 我们说一千 道一万 这种心理 是不能排斥的 确实在我们的社会存在 关键是我们怎么认识它 绝大多数警车 响警笛的时候 是执行公务的 那些公权私用 越界现象 它毕竟是少数的 它不可能是绝大多数 别那边正抓捕犯人 你给耽误了 那头正救护病人 你给耽误了 这个责任谁来负呢 就是它涉及到一个 我们不能把自己 对非正常现象的情绪 蔓延到所有正常范围当中 所以我们不能阴噎费时 不能把个别现象去扩大 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来看 咱们今后每个朋友 在街上你可能看到 这种特种车辆 尤其是救护车 不排除这里边 有些我们不愿意 看到的状况 但是该让你还得让 因为这十次里头 可能有八九次是正常的 有一两次可能违规 你如果每次你这个态度 我不让 回头出了问题 你想想 这不等于咱自个儿造了孽了吗 所以我们说 对待这个世界上 一些现象 以宽容的对待 有的事情 自己能够对这种现象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解释 你抱着救死扑偿的态度 与人为善 宽容这个世界上一些现象 那么你也等于给自己 留一条活路 也就我们常说的 与人方便 与己方便 与己方便 与人方便 所以从这点来讲 咱们今后在道上 碰到这个救护车 您要是开着射手 不管是您当时心里怎么想的 我是希望您 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 避让 当然 这也需要我们交通法规 各个方面与事俱进 也需要我们道路交通资源 在拥堵这方面 能够有所缓解 总之 我们是不希望 我们这次节目一开始 说的那个事件 在我们的社会再度重新